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 三个频道《芒向正向浪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是遇上了困难的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今节我们讲一讲德国的问题 很快麦克尔就会退下来了 今年就是德国的大选年 那谁是总理默克尔的接班人呢? 已经成为了这段时间德国媒体最大的业劃 最近我们看到一个人兄就十分地出位 是什么人呢? 原来就是年初时热门的总理下一届人选的人士 就是来自绿党的贝尔白克 不过他因为个人诚信问题 搞到人气就开始下降了 也都成为了坊间的一个话题 德国媒体五月上旬就公开了几项权威的民意调查 博尔白克在所有绿党的支持率上都是上升的 因为当时还没确定绿党是否由他参选 所以所有绿党的支持者都现在都觉得他最对了 另外他所在的绿党支持率也是太细不错 重观全部政党来看 他们这个绿党支持率是飙升到24%到28% 成为了德国主要政党当中支持率最高的政党 当时默克尔的联盟党支持率只有24%左右 按照德国联邦议院的选举规则 选民投票投给支持的政党 得票最高的政党优先组国 如果绿党继续保持势头的话 将会成为联邦议院最大的党派 博尔白克也将会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 如果这样的话 德国政叹就会变天了 也都改变了二战之后 联盟党和社民党轮流执政的格局 但是德国媒体近日也发布了 民调机构INSA 和其他专家联合组成的一份调查报告 很可惜地 绿党的支持率就下滑到剩下18% 嗯? 没错 博尔白克的个人支持率 抗赏就剩下13% 这个也意味着所谓的默克尔接班人 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博尔白克的政治命运 好像从天堂而隔 就跌入了凡间 他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被揭发修改过他的简历 修改是引号 修改是美化 以及说了一些谎话 另外 他也有抄袭之严 他就出了一本书 之后就被揭发有抄袭 所以个人诚信 大大受到疑问 博尔白克今年很年轻 40岁 先后就在汉堡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 他2005年就加入了 绿党开始政治生涯 首先 就成为了欧洲议会绿党议员的助理 之后就担任绿党欧洲事务的发言人 2013年出任德国联邦议院的议院 2018年就被选为绿党联合主席 今年4月也被绿党推举为总理的候选人 不过这么说 一般这些这么早出头的人 都是被人打的 所以这位叫明日新星 都是逃不过这个枪打出头鸟的命运 他本来就有着光鲜的历历和清新的形象 又加上天时 天时是指什么呢 就是自2018年下半年起 绿党因为减排 气候变化等等的议题 支持率不断攀升 所以贝尔伯克就成为了德国政坛最亮丽的新星 不过最近几个月 随着选战的升温 选战最多是什么呢 撥装水 当然他一些以前的坏事 或者疑似的丑闻 也被人拔出来了 所以本来觉得很漂亮 很清新 很单纯 很朴素 结果也不是的 刚才我们说他修改过简历 就是美化过他的简历 当然美化不要紧 但是他是说了一些谎话 他自称在2020年 到2004年在汉堡大学 攻读政治 没有说明是拿到什么学位的 是啊 完全没有说明 没有拿到 在舆论压力之下 他修改的简历 就不得不说出 其实他只是获得中期结业证 就是读读下不拿读了 再直接一点 就是中途退学 另外 他的确是获得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的法学石士学位的 不过 他的国际法学博士学位 就没有完成 他也没有说出来说没有完成 所以 很多德国民众就觉得 喂 你不老实 最后 他只可以向全德的民众道歉 另外 刚才我们也说过 他也挺能力的 寻书 好像是陈文老师 结果 原来 他是有 抄袭之严的 回体就发现 他的新书 现在如何改革我们的德国 原来 有一些段落 是来自一份联邦政治教育局出版物的 当中也有摘取一些其他政治学家 回体报章 还有书籍的文章 不过 他是没有说明出处 这个很大事 我自己做大学老师 一定要有reference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可能犯法的 他就说 我新书 学术不够严厉 对不起 但是 这些不关 学术严厉 是你的个人诚信 所以 人气急跌 还有一样东西 关于钱的 他就被媒体爆料 原来隐瞒 两万五千元 欧元的 其他副业收入 为什么 会这么大力吓他呢 原来 他以前 就骂过其他 德国的政党人士 喂 副业收入 为什么你不上报啊 你们收入不透明 结果 到你了 现在 对了 所以 真的大事 经历过这些风暴之后 你看到 绿党和 贝尔伯克的 民调支持率 大大下降 放眼世界 其实 贝尔伯克的 这些所谓叫做 固点 在很多国家来看 都不是一些大事 因为 德国社会 是以 诚信为荣 贪污为耻 所以 我们看到 在德国 从政需要 谨慎 谨慎 再谨慎 甚至 德国人自己都承认 我们是有政治潔癖的 我们很讨厌政治人物 这样的 我觉得都正常的 但是 当中有没有一些是假的呢 应该都要查一查 还他一个清白 其实 德国人的政治潔癖 我们可以看看 一些事件可以反映出来的 当然 这种政治潔癖 有些人觉得很好 有些人觉得 没什么所谓 美国人就好像对这些 没有那么紧张的 我们举个例子 德国前总统 吴义库 其实 他当时 就被誉为 超级英俊 而且 亦都是德国历史上 最年轻的总统 2010年的时候 他已经是登上这个大位的了 媒体当时吹捧得很厉害 又年轻 又英俊 而且 好像政绩都不错 过往 结果怎么样呢 做了不够两年 就被指靠关系获得 优惠 去做这个mortgage 就是做防贷 并且 试图干预媒体报道 嗯 那么 吴义库先生 只能暗言辞职 比吃暗言烧运 也都成为了 德国战后 任期最短的总统 之后呢 吴义库更惨 被第二任妻子 赶出家门口 嗯 吴义库曾经同一名 电影制片人 关系不错 有一次呢 吴义库在家里 就说 哎 我呢 都没住过好的酒店的 那后来呢 这个制片人 也都请他 去住一间 豪华的酒店 住了一晚那么多了 嗯 后来 这件事当然是被 媒体揭发了 这间酒店呢 其实呢 有几贵呢 都是七百多元欧元 都不算超级豪华的那些 是的 不过 也都有人将他 告上法庭 他接受审判 成为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位 坐在被告席的前总统 哦 不过我们看看 跟世界很多国家的腐败官员相比 七百多元欧元其实 都不及一餐饭 嗯 吴义库是什么代价 没得做 之后老婆又走路 官司前身 名誉掃地 那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 又是一位叫做政治超新星 嗯 古藤贝格 他就被誉为 不过历史上少有的政治超级新星 但是 亦都是因为论文抄袭 要辞职的 2011年3月 当时39岁的 古藤贝格 因为博士论文 未充分交代 引用来源 被逼放弃博士这个咸头 嗯 当时 风度偏偏的这位先生呢 人气极高 亦都被视为 默克尔的接班人 但是媒体当然啦 会遮住你啦 你美光灯之下 当然是用放大镜来看你的啦 甚至是显微镜的 有些人说 这宗 论文抄袭 亦都被媒体挖了出来 嗯 最后 这位先生呢 只可以暗然离开 基本上呢 政治生命完全没有了啦 最后 因为这位先生的事件 德国也引发了骨牌效应 因为呢 很多领导人都自称有博士学位啦 所以不断地看看他们的博士论文有没有出事啦 结果 真是 有些人是交代不了出处的 噢 是的 就好像 时任 欧洲议会副议长 德国人 西尔 亚 拿呢 其实呢 他呢 亦都中招 他 就是 论文 涉嫌抄袭 Paterism 最后都是辞职的 所以 你看到这位 所谓默克尔接班人的 六党的成员呢 现在人气急跌 因为德国就是这样的 很怕 你的人品和诚信 有问题 有没有机会翻身呢 这位阿姐 有 所以他很激动现在 两个字反中 现在六党呢 都是行一个政策 就是对新疆的事情 咬住不放的 因为其他东西被人抓到 那你只可以 用一些外交事务来搞 这次 所谓默克尔接班人 培尔伯克呢 目前没辞职走人的 算是命大但将来就不知道了 真的不知道了 因为他的抄袭呢 他是说告那些所谓的爆料人的 说人家诽谤 嗯 那我们看看吧 反正我自己 都做过博士论文 最近也是帮一些朋友 修改他们的博士论文 真是很严谨的 所以修改到我病了头痛 哈哈哈哈 这些东西呢 一定要把全部的记录 全部拿出来才行的 甚至一句话 你也是要引述急返的 如果你真的有用别人的资料 一句话 都要的 不要以为过到关了 我最记得我以前的老师 就是来自英格兰的 他就说 你一句话 就可以 令到你 不倒议了 因为对于很多学者来说 一句话的抄袭 就等于整篇文章的抄袭 所以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这位默克尔的接班人呢 希望他 有一条好出路啦 现在 他的格局呢 都是变的了 变到什么 很激动 很激进 整天都说要抗中 新疆问题 因为自己 一些诚信问题 处理得不好 所以整个格局变之下 默克尔的 接班人 不知是不是他啦 反正下一任的德国总理呢 会怎样呢 是不是因为自己一些自身问题 令到德国现在对 中国政策的格局也都改变呢 我觉得有机会 你看到 默克尔差不多走的这段时间呢 每个所谓自称的接班人 或者人称的接班人呢 都是变得很激进 对于对华政策 本来 整个德国的对华政策 比较温和的 但是现在格局也改变了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